首先,我們所謂的貓下鼻律系統的疾病 其實它不是單一種病 是包括了膀胱尿道的疾病的統稱 男同學很難分清楚究竟是甚麼原因造成的 有些病毒甚至於找不到造成的原因 那麼,貓貓發生甚麼情況的時候 可能是有一個病毒呢? 首先,我們最近主人觀察到的地方 就是貓貓不斷出入貓沙刀 或者是看到貓貓鱈了的時候 開始比較辛苦或者會哀鳴或者慘叫 比較嚴重一點,可能會看到貓的哀鳴 開始看到一些血或者比較深色的疾病 那麼,最誇張的情況就是貓貓進去廁所 不斷出入,但是沒有疾病 如果是看到這個情況,就要快點去看醫生 那麼,主人不小心的地方就是 譬如我們看到有時候貓貓周圍哀鳴 那麼,有些主人會覺得這個是一個情緒方面的病 那麼,因為它發脾氣,或者是搗亂之類的 那麼,統計數,其實很多貓貓開始周圍哀鳴 其實是發生了鼻尿系統或者是膀胱的病 那麼,有些貓貓呢,可能早期會看到不斷舔毛 舔下看,這些都是一些景號來的 所以,如果看到自己的貓呢 開始經常不斷舔毛 或者是不應該哀鳴的地方哀鳴的時候 就盡量小心 那麼,那些貓容易發生這個下鼻尿系統的病呢? 那麼,統計上男生呢,就容易發生多些的 為什麼男生多些呢? 就男生的尿度呢,跟女生比較順呢 就比較長,和比較窄一點的 所以,男生會發生 那麼,大部分的貓呢 是比較年輕的時候會發生的 為什麼呢? 就,貓貓很多系統比較大的時候呢 會發生順命 那麼,這個時候的尿呢 反而會比較稀一點 那麼,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比較少發生鼻尼系統的病 那,所以其實呢 如果我呢 希望呢 鼻尼貓發生的 鼻尼系統的病呢 就應該可以喝多點水 那麼,標準的飲水呢 希望呢 如果一隻貓貓5kg呢 不會是起碼喝到250-300mL的水 會比較多 第三個比較危險的原因呢 就是肥本 就是很多貓呢 肥本呢 肥本的貓呢 應該會小心一點 不要緊,我喝很多水 喝多點水 對 因為肥本的貓呢 通常比較懶點 還有呢 還有呢 肥本呢 可不可以包到那個尿呢 令到排尿的菌 所以呢 希望呢 既然可以喝多點水 還有做點運動 那,有些報告呢 就說 用貓山刀的貓呢 比較容易發生這個 鼻尼系統的病 那,但這個 其實我覺得 不太適合說的 因為外國的貓呢 除了是 室外之外 會經常走出去去阿尿的 那,所以其實 貓沙刀的部分呢 希望呢 讓貓的主人呢 定期要清洗貓沙刀 就比較不會發生這個 貓的下鼻尼系統的病 那,有很多的原因呢 會導致貓的下鼻尼系統的病 包括了膀胱石啦 結晶啦 細菌感染 那,這三個是比較相關的 那,通常呢 貓是發生了膀胱炎 有細菌感染 那,尿的酸菌 開始改變 那,就產生結晶 再進一步 就變成膀胱石 啊 所以,其實 如果貓看到 開尿菌 就會提升 那,尿到一些 分泌棒 尿到細菌 衝出去 那,對貓的健康是好的 而且,很多貓呢 就飲水不夠 所以很久就受到腎病 適動的運動 那,做運動呢 就可以訓練 膀胱或者腹腹的肌肉 可以令到排尿 那些比較正常 那些貓經常不動 不飲水 就可以發生這個病 那,這個圖表呢 就,很有趣的 那,肯定是最後一個 那,肯定是最後一個 好,那我們盡量 希望貓貓呢 健康一點 不是,一定是你 那些人的水 哈哈哈哈 那是毛來的 那,這個 這個部分呢 很重要的 就是清潔 因為很多細菌呢 是新或者是貓沙盜 進入膀胱的 那,如果可以 起碼每天 用乾布或者 梳毛呢 幫忙所有梳毛 用醫的 那,貓沙盜呢 最少最少 一個星期幫你清洗一次 就可以減少細菌 來幫忙 表演發生這個 膀胱癌 好 那,就 那,儲風糧 或者其他 補充板 那,有些儲風糧呢 就可以 來到貓的 喝水增加 或者 來到 尿力酸癌 比較適合 那,補充一些 紅莓素 其他產品 都可以 令到膀胱呢 改善或者 比較少發生的疾病 好 OK 那,很簡單 和我們發聽一下 小拍 那,有什麼問題可以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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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